大家好 我是逸琳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款 很特别 你听了以后不会忘记的风铃 先来听听看它的声音 这款是来自法国 这个工匠住在毗里纽斯山 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 在研究用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音语做的风铃 它这个足壳的外观 里面是一根一根的铁棒 它的长短 不同的长短代表了不同的声音 这是这一款叫抠喜风铃 抠喜的名字在这边 第一个地水火风的地 土地大地的元素 再来是水 水元素 它中间那一块 超级的铁铁管铁棒的 这个材质也很特别 刚开始我买它的时候 大概在五年前四五年前 人家跟我说中间是水晶 但事实上我发觉它不是水晶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 也不是塑胶 也不是玻璃 它可以让它产生这种清脆的声音 有没有感觉 连接到你心里的哪一块 那是水元素 接下来是火元素 现在 很多声音疗愈者 手上至少要有一个 这种抠喜 法国的主管风铃 有的人是两个 三个 在做声音疗愈的时候 非常好用 因为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它的声音 其实你不需要参加声音疗愈 把一个这样的风铃 在窗边 在门边 风轻轻地吹佛 你会觉得心被融化了 即使风没有吹 你走过去的时候 轻轻地摆它一下 这一个是火元素 聪明如你的 大家知道 这个是风啰 闭上眼睛 清晰地 呼吸 就感觉你好像就在 清风浮面 希望我今天介绍的这一款风铃 还有这些风铃仙子 带给各位的感受 给你有如 如木春风一样的感觉 我们下次再介绍不同的乐器哦 我们下轻地的感觉 engage 蔬近 于ES 会 对 牵 也 特邗